这个是第一位吧 小吃坛客难摸黑 把顾客制作美食 另外这边则是有客人 拿手机照亮食物吃晚餐 台中逢甲商圈 13号碗店一片黑漆漆 虽然路上还有不少行人 但大部分店家都拉下铁门 无法做生意 因为轮流限电 让领行店家还能勉强营业 但受影响的可不止商圈 台中司法大厦一片漆黑 地节书法院正在开庭 电脑全关机LED看板 一个字都跑不出来 顿时乱了手脚 停多久了 超快的小时 所以业务都停摆了对不对 法院被迫中断开庭 把已经报到的当事人 全请回家 但原本已经有疫情加上停水 现在又停电 台中人苦笑说 末日感超级重 以前是说住台中 是很好 天气又好 现在不一样 空气又不好 又经常缺水 又缺电 现在住台中就是倒霉了 当然是不方便 而且又是这么热的天气 台中面临公务情二 如今又来个大停电 民众骂声连连 更质疑缺水优先停中部 南电却又北送 就连市长卢秀燕也痛批 台中就像是孤岛 南部的水他们又互相串联 可是中部就去台中 就行动是独立的 被孤立 没水又没电 雪上加霜 无预警大停电 烧出中部人的怒火 记者连嘉庆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吃酒 吃酒 嘛 不 吃酒 不